来看一下世界有好多国家加入了中国推行的一带一路 而第一个喊咖已经确定退出的是意大利 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之后就一直推一带一路 已经十年了 而意大利正式通知中国他们要退出 到年底正式解约 但中一两国现在没有发表正式声明 希望让这个影响降到最低 那么最主要原因呢 意大利自己回顾 他加入一带一路这几年之间呢 他的经贸呢非但没有成长 而且对中国的逆差翻倍 比起欧盟其他没有加入一带一路的国家 经济发展呢还要低 欧盟跟中国有第24次领袖峰会 周四在北京召开 但是双方激同压奖 欧盟呢强调经贸公平开放市场 敦促俄罗斯停止侵略 但中国讲的是凝聚共事排除干扰 所以毫无交集也没有发表联合声明 北京当局上周六起对包括意大利在内的五个欧洲国家 单方面开放入境免签 意大利民众对于能促进交流的单方面免签政策给予高度评价 但对于意大利政府来说 几乎只增进了中国单方面贸易利益的一带一路政策 却是禁械不明 因为加入一带一路四年来 意大利对中国的贸易赤字已经有200亿欧元 暴增到480亿欧元 翻了一倍以上 领导人在北京回忆前夕 意大利政府证实会退出一带一路倡议 路透BBC与彭博在内的多家外媒 周三都报道了 一方已经跟北京当局达成协议 在今年底期限之前停止参与一带一路两国正式解约 早在今年9月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与中国大陆总理李强 在印度G20峰会场编会面时 就曾经当面表明 有意退出前任政府在2019年 与中方签下的一带一路协议 梅洛尼还公开抱怨 意大利作为唯一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G7国家 得到的经贸利益 却远不如部分没有加入的国家 因此认为与中方建立一带一路之外的联系 更符合一方利益 意大利国防部长此前也曾经公开批评 上届政府加入一带一路的决定糟透了 如今正式退出 不但终结意大利国内对一带一路的质疑与反弹 也彻底落实了梅洛尼在去年底上台之前 所主张的政见 意大利在内的151个国家 和41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 体现出共建一带一路的巨大感召力 和全球影响力 中方坚决反对抹黑破坏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作为史上第一个一带一路紧约国 一方强调愿意与中方继续保持战略伙伴关系 此外双方都没有发表正式声明 试图让影响降到最低 除了这样做更符合两国利益 还因为当前阵逢欧洲峰会召开的敏感时机 欧盟主委会主席范德赖恩 与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 周四上午在北京与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展开睽違四年的首场面对面峰会 这也是明年欧洲议会选举 欧盟领袖换届之前 与中方高层的最后一场会谈 中欧要做互利合作的伙伴 习近平在会上不断喊话 强调中欧应该增加政治互信 凝聚战略共识 让双边关系继续发展 对于把双边贸易失衡市场开放不对称 以及乌克兰等议题作为讨论主轴的欧盟领袖来说 与习近平这场会谈再度进入基同压奖的状态 双方各自表达关切 不但几乎没有交集 还猛踩中方红线 这也让欧洲双方第24次领袖峰会 罕见出现强硬言辞交锋 双方最终并没有达成任何成果 也没有任何联合声明 尽管对于欧盟与中国的生意人来说 以何为贵与坐下来谈是重要追求 但北京当局始终强调 问题不在我身上 双方能谈的空间恐怕很有限 TVBS新闻综合报道